第十九品法师功德品 在这一品里有说到了五种法师的功德 也就是受词、读、诵、解说、书写 大家可以透过这些功德得到六根的清静神通 在这里我们要重述的就是 在《华华经》里面佛陀一直告诫我们 要受词、读、读、解说、书写 要如法修行 甚至于在《无量义经》第七功德以后 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功德 他也都一直在强调着受词、读、读、书写 为了解说的一些书胜功德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